手不用去摸 我们就用打的就好了 回收的古老裁缝机 踏板一踩 水就自动流出来 还有这个传统打水帮扑 这个河洞室的 可以伸缩 可以旋转 这些水全都来自 架在环保站上方的 雨水回收装置 枪马桶 洗头架 洗秋头 一旦一旦水 都不用再吃 直接就 压力都够了 位于南投草屯的 南浦环保教育站 2011年启用 当时就设计了 全套雨水回收系统 我们现在水桶 总共有9个 河水用到4-5个月 都不用用了自来自 2个月 刚才1,4个在这里做 我们自来自制 都差不多300块 慈激之工林金国 专长机械维修 经常有环保创意 像这个回收台荒床 做成围离 也是他的点子 不用花钱 又通风 风台还没去倒下 我们如果为了塑胶带 做的东西 轻轻的东西 不会去背人的隔壁 还有活动室的遮阳棚 是林金国体恤环保之工们 发想的装置 遮阳的 再来做鱼 所以量的功能 一边要刮垫 这怎么刮垫 人要来 我们两边就把它拆掉 我们现在好之后 就把它拆掉了 包括师兄都做了很多的 很创意的环保的东西 给我们这个环保志工 感觉到都很方便 又很实用 他对这些好像有天分 所以他就看到什么 他会想到说 这个机械是什么原理产生的 林金国跟陈婉瑜夫妻俩 一家三代 都在南浦环保教育站付出 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在照顾 每个星期有一半时间 林金国就睡在环保站里 用心 认真 负责 还有源源不绝的创意 林金国落实环保精神 也让大家在这里做环保 更安心便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